现在在海八路这条大道里面 我们看到旁边也会有车辆停泊 旁边就是A312 对面来说就是澳元 在这里来说其实也看到交警有工作 交警是对一些叫围停的车辆 进行一个检控的 我们看到这辆车已经做了一个 叫做检控的步骤 所以我们看到佛山也会有交警去抄牌 看到前面的车有没有检控 我们看看 因为我看到前面应该有纸子存在 这里是金融高薪区 所以我觉得那种法例的完善和检控制度 其实都是相应给小区或者地段来得到成熟 我看到了 也是有检控的 这里是有检控的 过来这里再看 也看到其实政府有检控的 所以来说其实检控是非常严厉的 随着执法或者金额的惩罚再增加的话 我相信对车位的刚性需求也体验不到 各位投资者投资车位的时候 其实国内现在的停车的收费或者租金都会较低 我们只是看未来升值的能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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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